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两本非常有趣的新书 它是Kitty Dog超好玩互动知识书的第四套 穿梭历史大揭秘 还有世界地理大探索 那它来到第四集 很有可能是近期内的最后一集了 那我们要用非常珍惜的心情 来跟大家分享这套精彩的 就是世界史蒂主题的知识书 那我们先从这个穿梭历史大揭秘开始 那这一次的主题呢 是小马和卢卡姐弟 他们一起有一个花车的 班上要做这个花车的游行 跟历史主题相关的花车游行 然后他们就在烦恼说 我到底要做什么呢 那他们从史前人类开始想 然后一直想到是古埃及啊 然后甚至就是大航海时代这些 所以他就顺带的接 就是在大家场上就是有一个历史的旅 旅行一样 那我都来给大家听听看里面的一些音档 封面上的这个点读笔符号 超好玩 互动知识书 如果我点这个封这个书名页上面 这个全书朗读他就会包括先唱主题曲 这非常大家非常受欢迎的这个Kiddy Dog 这主题曲 然后再讲整本的这个剧场版的内容 那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就当然没有办法带大家听这个 但是我可以看看他这里就是一个他们正在做的一个花车的一个雏形 啊 急神了 花车又不会跑掉 小马快点 关于有行花车的设计 我有个好点子哦 那所以这全 整本书就是在就是 团绕着他对花车有行的一个概念 然后顺便介绍出这些主题 像是史前人类的时代 然后法老时代的埃及 还有古罗马的斗士 中世纪的骑士 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 还有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 还有海盗的黄金时代 最后还有发现美洲印第安人 然后一直到现代的一些发明家 然后交通工具 还有一些世界上有名的人 或者是关于食物的趣味小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套的娱乐性是非常高的 然后情境故事 我带大家听一小段好了 因为就是他的时间非常的长 总时长应该有超过一小时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听那么多 什么 这边 老爸 怎么了 我们班不参加有型了 化名的人太少 我能不能加入怎么办 你怎么不找同年级的 高年级做的道具比较酷啊 你们班决定游戏的主题了吗 还在提案的阶段 但是有些同学好像想选史前时代 扮演欧洲人的祖先克罗马农人 克罗马农人 很酷耶 可以用狩猎动物的场景设计花车 狩猎 那谁要扮演巡鹿 马 野牛 或是某马象之类的动物 我可不要 不然可以设计演动造型的花车 克罗马农人在里面绘制壁画 壁画 我不会很难画 大多数壁画都是画动物 应该不会太难吧 好我们就先听到这里 好因为他的故事非常长 你们可以听到他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情境故事 然后我点这个里面 除了这个听这个剧场版的这个中文的情境故事之外 我点里面的任何东西 就是一些插读人 还有文字他也都是会 讲文字他会直接朗读文字 点人的话他会有这些情境的对白 我点动物啊什么也都会有声音 那这边有最早的人类 最早的人类 希望在陆东以前可以猎到一头猛马像 露西是谁 他是三百万年前生活在东非的南方古猿 身高只有大约一百公分 体重五到三十公斤 那这边有关于谁开始用火 克罗马农人可能遇到什么人 还有我们人类的远亲是谁 点这些对也都会有 人类和黑猩猩的祖先会长什么样子呢 还有一个大的岩洞的这个有镂空的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洞穴感觉好像打开洞穴 可以看到这个 这些古人史前原来他们生活的那个样子 比如说有在画壁画的人 亲爱的你觉得这个颜色怎么样 我觉得要再加一点橘色 老婆生日快到了 我想嗑一只兔子当领悟 每个人也都有他自己的内心系 或者是情境对白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你可以看到他几乎每个夸页里面 都有卢卡和小马的生影 我们可以找找看 这是卢卡在这边干嘛 小马你看那是什么 对小马在这里 好让我们再看看他的法老时代的埃及 这座金字塔里埋葬的是什么人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看 法老古夫和王后被埋葬在这座古夫金字塔里 这是埃及最大的金字塔 总共动用了一万名人力 耗费三十年才建造完成 然后在这里呢 如果我把它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小马手中 有一个卷轴 它会一个个搞揭露的一些 就是这里面的一些主题 比如说 图坦卡门是谁 你不要往下拉 然后答案在这个上面 是穆埃及某任法老 年约十九岁时便去世 她的领悟被发现 藏有大量宝物 其衣体被制成穆南衣 并在上面放置黄金面具 存放在层层棺果里 然后这里不止这个 你往下拉抬 谁有将近一百一十个孩子 是谁呢 然后最有名的埃及王后是哪一位呢 然后在这里有答案 所以可以把这个卷轴全部收起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 我自己不知道 就是谁破解了古埃及文 原来是这个叫做 上法兰索瓦的一个这个人 他是对照这个碑文 然后才和希腊文有对照的版本 所以他知道古埃及文的秘密 然后他这里还有另外一个 我自己也蛮喜欢 是埃及的神灵有哪些哦 他们崇拜什么神 他们的神灵 都是长得像动物的造型 拿近一点给大家看 像是这个 古埃及人最喜欢我了 每年都会为我举番祭典 是古埃及的重要节日之一 这个长得像猫的是家庭的女神 叫做巴斯特 然后长得像这个 这个 鳄鱼的是掌管河流和湖泊的神 这样是不是都蛮有道理的呢 然后这个长得像豺狼的是 冥界带领王者前往冥界的神 让大家可以自己点点看 他们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对白哦 然后古罗马的角斗士 这本他我也蛮喜欢的 因为他有解释说 其实古罗马他的这个斗士 我们都以为他是一定会斗到死的嘛 其实是不一定的哦 因为里面有很多 角斗士的出生有很多种 他除了战俘或犯错能力 他也有一些为了民生或财富的一些自由人 所以他们并没有那么容易 就一定要让他们站到死 有时候群众也会站起来 要求不要杀死战败的人 那我这边打开 我会发现小马和卢卡都在这里哦 小马我不希望战败的人被杀掉 我也是我要抗议不可以杀人 对所以这上面的人会不会死 其实观众也有决定的权利哦 然后使用网子战斗的是什么人呢 看我的天罗帝王 我才不会轻易被你抓到 那他这边打开 然后还会 他是这种叫网斗士 像渔夫不渔一样哦 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用这个刀剑来 来互打的 然后他这里告诉你谁来观看表演 还有中世纪的骑士 他会告诉你参加中世纪比武的人是谁 他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机关 很有趣 比较小的小孩就可以先从玩机关开始 那他会问你说 哇这骑士他身上这么多的这个装备 是谁帮他穿上的呢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答案 好就是他们的一些侍从 他是就是跟在 就有点像是实习生一样 跟在他身边受训 因为盔甲很重 他们自己是没办法穿的 那这里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小书 中世纪的著名人物有哪些呢 比如说亚瑟王是谁 什么梅林是谁魔法师 他这里面有些传说中的这个中世纪人物 像是罗宾汉 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什么 好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 他这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谁是第一位环绕地球一周的人 好这里面问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最西方这个大航海时代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重要的人 他就用这个方式一一介绍 船长全方好像有陆地 好那是谁发现陆地呢 我相信地球是圆的 所以想透过航行地球一周 来证明这一点 对这是麦哲伦的船队 然后你这边点他文字 他也会有声音 他就说他在就是旅途中不幸死亡了 他的船队则继续航行 然后环绕地球一周 然后最早到达南极的人 是谁呢 这是一个同位的探险家 那是谁发现美洲新大陆呢 是哥伦布 大家看 我们到达印度了 你看他从这边 这样子一直到这里 然后谁发现了格陵兰岛 是这个有个叫轰胡子艾瑞克的围巾人 他犯罪被驱逐出境 所以就到格陵兰岛来探险 然后马可波罗是谁呢 他是一个威尼斯商人 那郑和又是谁 就是明朝的航海家 他这里面点每一个都会有 像比如说他这边有长颈鹿 正和爱情 这是什么动物啊 为皇帝陛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神兽祈领 对祈领 然后这边我们会看到这个法国的金币辉煌的凡尔赛公 你们会看到这边的 因为这本书他原本是法国来的就是童书 所以他会针对法国的这个情节会更多一点点 那我觉得也蛮好的 然后这里这些花园是谁设计建造的呢 他这边打开遮掩会告诉你是 国王路易十四的这个圆灵设计师 安德烈勒诺特尔 然后法式的花园 他有什么样的特色 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个转盘 可以让他这个喷泉 我真的有喷出水花来 然后谁是太阳王呢 太阳王是谁 路易十四 他希望自己像太阳般辉煌荣耀 因此自己取了这个称号 在某一次的金主活动上 他甚至装扮成太阳 是不是一个很浮夸的人呢 这很有趣 你看他装扮成太阳的样子 怎么样 我装扮的太阳神是不是很有威严 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一页是我们家 那个小男生很喜欢的是海盗的黄金时代 就有看黄海王之类的 就应该都很喜欢这种海盗主题 他这里面还有一个转盘 然后告诉你一些有名的海盗的故事 比如说黑胡子是什么人呢 这个海盗每次出现都会冒着黑烟 令敌人非常害怕 据说他把点燃的影线藏在帽子底下 在战斗中点燃自己的黑胡子来向敌人 然后我转转这个黑胡子 你可以看到上面他的旗帜也会跟着一起变 我们再转下一个人 谁呢 这边有这个捷克拉克姆是谁呢 他说他是一个18世纪知名的海盗 海盗团里有两位女海盗 男扮女装的叫安妮邦尼和玛丽里的 这是非常有名的女性的海盗 然后这边有告诉你一些他们海盗的一些规矩 比如说海盗常常规矩是谁来决定的呢 强盗的藏物会归谁呢 然后他袭击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小机关 他可以从这边抬到船上跳到另外一个床 或者是这样当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那什么样的人会去当海盗 听听看 看我的太深道 好 然后这边呢 后来就是发现了美洲印第安人 他这个故事呢 他其实用这些串接的 不只我看到每一页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主题 可是他的中文情境故事很有趣的是 他会用 就是小马他们选择花车主题的这些过程 来介绍这样子 比如说他们最后选择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主题 那所以小马他们和这个卢卡 就装扮成这美洲印第安人 然后他就介绍了一下苏族是什么人 印第安人 说为什么叫印第安人 每周最早期的居民 由于当时哥伦布以为自己到了印度 所以称他们为印度人 好那这边也有一些这种 这个系列 Kitty Dog系列每一集都会有的 他有趣的小秘密打开来之后 他会告诉你一些跟这个历史有关的 很有趣的小知识 那这边是关于印第安人的小知识 比如说比利小子是谁 这边有个弃拿令 看一下 他是一个著名西部的著名枪手和罪犯 然后做牛又是谁 他是一个伟大的苏族印第安人酋长 十岁就是能杀死一头野牛 好 然后这边是关于发明家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发明家主题里面有很多有趣的 这个折页 比如说谁先提出地铁的概念 我这个往下拉 你看就可以看到这个地铁是谁发明的 然后这个电影又是谁 这是 这边也有 还有烟火是谁发明的 然后公立小学 他正因为这是法国人的书 所以在法国谁主张儿童必须上学 我儿子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弟弟他 他就听到就是这个 他就很突然气愤说 就是这个人他害我们也要大家要上学 我说那个人是法国的 所以跟你没关系 他这个就是谁 一个法国总理他通过所有的儿童都能上学 而不是去做同工 然后垃圾桶是谁发明 他这里有一个小小机关 可以把垃圾丢进去哦 那就可以现出这个到底是谁发明 很有趣的小巧思 电话是谁发明 你可以打开这个窗户 电梯是谁发明的 你把这个电梯打开 你可以看到电梯内部的结构哦 可以往上 那他这边有告诉你每一个就是 就打电话的 发明电话的人是谁啊 然后发明电梯的人是谁 那你可以点来听 然后这边是现代交通工具的一些介绍 比如说驾驶飞机 第一位驾驶飞机飞行的人是谁 脚踏车是谁发明的 然后或者是火箭升空的第一位乘客是谁 他这边有一个火箭 他是用这个游乐园的概念来介绍这些交通工具 我觉得是别出心裁 那这边有热气球飞行的第一批乘客是谁 你知道吗 一只公鸡 一只羊 和一只鸭子 对 这次飞行证明了 孟格飞兄弟的热气球 能安全的载天空飞 对 然后这一页是 我觉得自己觉得很有趣 可能是因为我爱吃东西 所以他就问你说 我们现在能吃到马铃薯是谁的功能呢 功劳 在他之前法国人认为马铃薯只适合喂猪 这个大概就像以前 台湾人觉得这个番薯叶都是喂猪的 然后口香糖是谁发明的呢 口香糖是谁发明的 托马斯亚当斯 他在当时墨西哥人习惯嚼的天然塑胶中加入了糖 便发明并犯卖口香糖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马在吃的汉堡 他说他其实比较喜欢吃汉堡 你不然打开来 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谁发明的汉堡 然后这除了谁发明汉堡之外 你点这汉堡上面的每一样材料 他都会说出这里面的名字 面膨 生菜 起司 番茄 牛肉 对 这很有趣 然后三明治是谁发明的 这个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哦 他是由英国的 这边下一笔 英国的这个贵族 他叫做孟塔古 他并不是叫三明治 而是他住在三明治镇上 他是一个住在三明治镇上的伯爵 他不想浪费时间吃东西 所以他就拿两片面包夹着烟肉来吃 那现在的三明治当然就是内容更丰富了 他这边有一个就是书中书一样的 世界上有名的人有哪些呢 就是他是以这个西方 这边比较多西方的历史 上面有这个凯撒 圣女贞德 阿提拉 拿破仑 甘地 马丁路德 这些历史和政治的人物 然后这边还有看到科学 有哥白尼 居里夫人 然后达文西 然后爱因斯坦 还有这个登月的阿姆斯状 然后他这边艺术与人文的部分 这边有莫达特 卓别林 还有匹斗斯 还有这个球王比利 还有这个拳王的阿里 这边有好多人 所以我们听听看他 他除了里面介绍 然后点是不是人物他也都会有声音 那这边最后就是每一本书 他最后都会有一个知识小考验的这个 你知道 你点信号他就会轮播这个 随机轮播这里面的这个十个题目 然后让你去作答 那我们来清新看 知识小考验 小朋友 你有好好读完这本书了吗 现在翻到下雨夜 跟我们一起完成挑战吧 第六题 谁破解了古埃及文 一 无人破解 至今仍然成名 二 上 法兰索瓦商伯良 三 拿破仑仪式 请作答 好我先就暂停的 因为他会一个个讲 那太长了 所以这第一本书呢 我就先介绍到这边 当然他每一本书都会附一个点读小卡 这个我之前有介绍过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第二本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第二本 世界地理大探索 那就是介绍跟地理有关的 有点像是环游世界的这样的主题 他的故事 在这个中文剧场版的故事 是源自于他跟他们的家人 要去这个做一个志工团的服务 那是妈妈要和志工队出发去亚洲和非洲 然后小马和鲁卡非常期待 但他们就开始先研究 这是关于世界的地理的一些问题 鲁卡我们去环游世界 你觉得如何 好主意 小马我们去看看世界各大洲的朋友 出发 你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地球移 我们来听听看 他会有哪一些样的主题呢 就是像我们的从地球开始 好探索世界地图 然后会有欧洲 然后法国 这是不可少的 因为他这是一本法文童书 然后美洲 在森林中 然后还有他就是在亚洲 城市里还有世界之最的一些东西 还有非洲 大洋洲 这基本上整个世界都会带到 然后一开始 我们一看到这个地球 还有一个立体的 一个立体的 你可以看 这是一个立体 这个机关一打开 他的地球就浮出来 然后我们随便点点看 沙漠 沙漠 沙漠虽然降雨量很少 但还是有一些耐干旱的植物生长 比如仙人掌 然后这边就搞不好你一些 关于地球的相关的一些小知识 像是 从空中看地球像什么 像一颗蓝色的球 从火箭上看到的地球就是如此 所以人们也称地球为蓝色星球 为什么地球有一部分是在黑暗中 因为地球会自转 被太阳照射到的那一面是白天 而另一面便会是黑夜 在法国当你晒太阳吃早餐时 在美国的小朋友正在夜里睡觉呢 好 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立体的打开 就会有的一个大折叶 我带大家 稍微打开看一下 像这样子 哇很大对不对 然后它里面就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赤道是什么 然后世界上有很多森林吗 所有的大陆都有人住吗 世界上有几个国家呢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就是 不同国家的小朋友打招呼的一些用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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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不是很有趣呢 所以我们就是 它这里面你可以自由自在的点 你想要随便点 就算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可以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上面插图或者文字都可以点来听 有非常多丰富的知识 然后再来我们再看欧洲的部分 我很喜欢它的这一本里面的设计 就是它又出了很多这种小机关像立体的 像这边 它是一个有一个立体的小火山会这样跳出来 就是问你欧洲有没有火火山 这样打开来 然后它会先给你一个像这样子是它的这个地形 水纹的分布图 自然环境的分布图 然后还有哪些动物 这河流 然后你再把它整个折叶打开 就会是这个地理疆界 就是国家国界的一些分别 你可以看到这些虚线就是不同的国家 这是欧洲的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在地图上找一找的任务 比如说 在地图上找一找 圣家堂 圣家堂 这座大教堂 位于西班牙巴塞隆纳 由建筑师高地所设计 好 那你就在这图上面自己找找看 圣家堂在哪里呢 你可以看着这个对照这个图案 然后就能找到 在这里 路卡 你知道吗 这座圣家堂 从动工到现在 已经一百多年了 都还没有完工 咦 真的假的 好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 另外一个小可爱 这是圣巴西主教座堂 还有艾菲尔铁塔 你都可以在地图上找到 那这里面的一些功能 也可以 都可以听到这些小朋友 有他们的对白 地藏海上传奇的维京人 源自于斯堪蒂娜维亚半岛 也就是现在的挪威 丹麦和瑞典 乌克兰有许多文化遗产 但却因为战争 而面临毁坏的危险 好可惜喔 然后这里问你有哪个城市 他可以搭船游览 然后他每一个就是这个 每一个州呢 他都会有一个 让你找像一本小小故事书一样 有一个当地的像小导游一样 他说你好我是纳尔逊 你有没有在地图上看到我呢 跟着我一起游伦敦 那我们就找找看伦敦 这个就是纳尔逊 然后我们去看看 这个英国小朋友的一天 他是怎么样 司机叔叔 早安 他每天早上会搭公车出门 然后公车从这个大笨钟前也会经过 快到学校了 昨天的卡通你有看吗 有啊 你们在说什么卡通啊 我今天不是有戴帽子吗 你好 然后到了星期天早上 他们喜欢吃的是什么样的英式早餐 到了星期天早上 我喜欢吃英式早餐 里面有蛋和节肢橘豆 好 然后这边在这个地形图上 他也可以在地图上找一找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棕熊啊 或者是这个山脉啊 还有这个公牛金雕 这正反面都有可以找的东西 然后欧洲最长的河流是哪一条 然后我们再继续翻 他就翻到法国 你会发现很有趣 他竟然有一个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那种信封啊 他里面放的是明信片 真正的像明信片缩小版 好可爱 然后他这里面就问的问题是说法国的领土分布在哪些地 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这个 诶 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你翻过来 来自大溪地的热情问候 这里天气很热 所以我们经常游泳来降温 所以大溪地牌也是法国的领土 还有这边 琉尼旺 他说他在那边吃了地瓜饼 琉尼旺也是法国的领土哦 还有这边是瓜 瓜德罗普 我都不知道 这边有一个火山 这些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清楚了 其实也是法国的一部分哦 然后我们再把它 每次要记得把它收回去 就是培养小朋友这个收纳的 自己收纳的这个习惯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折叶 也是一样 是不是很有趣 他的折叶是各式各样的 比如说法国有几个区啊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法国的首都在哪里 然后哪里你可以看到 超过30座的华丽城堡 他在地图上也可以找一找他 科西加岛在哪里啊 诺曼第牛在哪里 还有你看到狼了吗 还有这个是什么 法国有几条河流 我都可以这样找 然后随便点在里面好了 这个牛铃的声音 看到了 我好喜欢 在阿尔卑斯山进行 然后这边是美洲 美洲一样也有 他的这个明信片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美洲 还有这个拉什摩尔山 有四位总统的巨型雕像 然后这边是加勒比 海亚马 杨买江岛屿的这个热情拥抱 没鬼音乐 然后还有在秘鲁的这个 马丘比丘印加古城 非常壮观的 你点这个都会有声音 他点这正面有没有呢 有我也居然有没有过国哥 太有趣了 小马 女性能出来是哪司会总统吗 华盛顿 杰芳逊 杨罗斯福 潘林凯 好那我就卖个棺子 其他部分让大家自己来听听看 买书之后你们就记到有多有趣了 然后还有呢这里 他说这个你知道这个弟弟卡卡湖是 南美洲最大的湖泊吗 然后他甚至还跨越了玻利维亚和秘鲁两个国家 他这个美洲因为他是一个长型的 所以他这个也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折叶 也是很特别 他问你说像美洲最热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然后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有多高 然后在地图上也可以找找一些关于美洲的一些特色 像安地斯神鹰或是巨人柱仙人掌 全世界最干燥地方又在哪呢 然后他这里的折叶竟然还有一个 你看很特别双重的折叶 然后上面也有一个美洲代表的小朋友 他说他是这加拿大人住在蒙特罗 让你找出他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一起探索他的城市 像刚才那一本伦敦一样 他告诉你他的加拿大小朋友的这个日常生活是什么 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邮轮 你是可以动的 那这边是这个南美洲的小朋友 他叫齐可 他住在里渊热内鲁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看到他的日常 美洲之后我们再来看的是 在森林中他介绍了这个 这个亚马森河 这里不是错字哦 亚马森河 亚马逊河都是教育部现在就是都通用的一个这个地名 亚马森河 这一套书刚好是叫亚马森河 然后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是哪一个呢 森林为何受到威胁 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个就像知识小考验一样 他问你地球上的人 每个人地方的人都生活在相同的时间吗 不是哦 他会告诉你这些答案是正确还是错误 有趣的知识小考验 然后亚洲 为什么人在死海上面会漂浮 因为死海的水中海盐量非常高 事实上它不是海洋 而是一个很大的湖泊 因为植物和鱼类都无法在那里存活 所以称为死海 那这边的世界最高峰 这珠木朗马峰 它这边 然后这边的地图上找一找 你可以看到猫熊啊大象 或者是落途和富士山在哪里 然后这有折叶 可以让你翻开 在后面有各式各样的 就是 他的国界 亚洲的这些国界 他问你中国的长城有多长 他这边这真的有一个立体的长城 然后还有在地图上找一找 太极马哈林 然后这个这个刚好找一找 他是用这个转盘的 来设计的 所以你可以找佩特拉古城 还有紫金城 乌戈库 就是很有趣的小巧思 然后哪些国家是由岛屿所组成的呢 那这边他的派出的亚洲代表 是住在曼谷的达拉 他介绍他每天生活 他刚好是在陪妈妈去水上市场买菜 然后搭水上巴士 有吃了泰式炒河粉 是不是大人突然好想去泰国湾 然后他这里的是在城市里 他介绍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日本的首都东京 点点看这上面是招牌或人 走了一整天 肩颈好酸痛啊 哇连这个 晚餐吃寿喜烧吧 等等吃完饭去剪头发好了 连这个走在路上的路人 他都有给他配一些对白 是不是很有趣 哦耶 妈妈说今天要吃金子豆 吃的好饱 今天电影院应该不会很多人吧 好帮路人也都有内心系 然后这边有介绍一些亚洲的一些特别的大城市 像首尔然后这边还有在美国的纽约 他介绍各式各样的 孟买是印度的大城市 然后这边有世界之嘴 像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然后最大港是上海港 那人口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 好然后我们再继续看非洲 非洲这边有一个明信片 也是一样有三张 然后我们点他 比如说这个瀑布 就是上迪亚和尚的一个维多利亚瀑布 然后还有 离瀑布这文气 让不出雨有点发抖 我觉得有点腿软 对所以每一个丁姐每一个 就是这个明信片里面都有小马和如卡 他对于这个当地景观的一些感想 或是他们游历的一些经过很有趣 然后后面的这个文字也可以点来听 然后他去吉利马扎罗山 我一直很想亲眼看看吉利马扎罗山 对因为这个小马说他那边非洲有好多动物 他想去看看 这个非洲的折野是一个直的 跟美洲一样 那一样有这个地图上找一找的功能 然后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是哪里 他尼罗河是什么红海是红色吗 他点这些动物啊什么也都会有他的配音 这是一个沸沸 然后还有山巷 好 好 然后这边有大洋洲 大洋洲也没落掉 他这边有大宝礁 我们今天才跟弟弟一起看了一个大宝礁 相关的一本书 然后他这边有讲说他总长是2000公里 也相当于法国长度的两倍这么大的珊瑚礁 然后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 然后地图上还可以找一找一些地方 像乌鲁鲁 我是没听过 他的巨石颜色会随着日照光线而改变 那这里面的人会说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看 欢迎来到大宝礁 你要潜水还是搭乘潜水艇呢 没错 你看到澳洲了吗 这是世界上唯一可以看见袋鼠的国家 这边也是一个小知识 有趣的小秘密 百木达三角是什么 它是位于大西洋的一处三角形海域 找被人们增添想象色彩 据闻有很多飞机和船只在这里神秘失踪 其他的部分我就简单的打开给大家看看 最后又是这个知识小考验 他问你比如说像哪个国家可以看到袋鼠 或是欧洲最大的岛屿是哪一个 我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玩 大人不见得全部都会答对 像是马赛族人的传统服饰是什么颜色 像这个没有仔细看书是不会死到 好 然后最后他们就是环游世界很有趣 他就等不及想要开始新的冒险了 那这就是我这次介绍的这两本 是穿梭历史大揭秘 还有世界地理大探索 那一样就是这一集 他也是每本书他会各附一个店督小卡 你可以把它收纳在这个KIT3的店督 收纳册小卡收纳册里面 才可以在团购的时候买一本收纳册 然后像这个点督小卡 我之前也有介绍过 大家假如不清楚功能怎么用的话 可以就是到别的 这系列的影片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你点这个封面 可以听他的点督的这个功能 然后把整个整本书听一遍 他的剧场版 然后我也可以照着这个他不同的单元来点 也可以听他的主题去 这个要点封面才有 好那我就今天介绍到这里 在这个非常洗脑的这个歌声中 Kiddy Dog就提取歌声中 跟大家说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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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